一个2000多年前的古希腊人 怎么能计算出来地球的周长呢 他是怎么知道地球是圆的呢 天明观测那集视频 很多同学在评论区纠结这两个问题 计算地球周长的方法其实很简单 这是一个圆 在上面随便找两个点 让你求这两个点到圆形的角度 现在这个条件当然是求不出来的 所以我们要找一个辅助线 辅助线在哪呢 这里画一条辅助线 相交于上面这个点的延长线 这条辅助线很关键 它平行于下面这条线 现在告诉你 这个角为7度 这个弧线的长度为5000 让你计算这个圆的周长 是不是就很简单了 5000除以7乘以360 就有这个圆的周长了 把这个问题换成地球 两条平行线换成阳光 这里就是亚历山大的一个建筑 这里是阿斯旺 想要得到这两条直线 就必须等到夏至这天 正好太阳是直射阿斯旺的 怎么知道是直射的呢 因为一年中 就那一天 太阳是正正好好 完完全全能照射到井里 那在同一天 埃拉托斯特尼 只需要在大中午 跑到亚历山大港口 聊聊阳光和建筑物之间的角度 就能得到两个点 在这个圆上的角了 那再问问别人 这两个点的距离 就能大概算出来 地球的周长了 那还有同学很好奇 公元前255年 2400多年前 他就知道地球是圆的了 对 不光是他知道 比他还早的人 就已经知道了 他其实也是在书上看到了 因为埃拉托斯特尼 一直在亚历山大的图书馆工作 没事就喜欢看书 研究数学 物理 地理 他就发现 前人在树里有血 地球可能是圆的 证据有两个 第一个证据 海上的船翻 古人发现 在海上开回来的船 都是先看到船翻的 再慢慢看到船的整体 这种现象 只有地球是个曲面 才说得清 就像这样 才合理 如果地球是个平面 即使离得很远 看到的船 应该也是个整体 只不过会很小罢了 绝对不会只看到船翻 第二个证据 月时 月时期间 很容易就能看出来 地球在月球上 形成的阴影 是个圆形 不是个方形 也不是个三角形 如果古人能知道地球 是在一直转的话 这个点 其实能推出来 地球是个球形 其实还有一个 很勉强的证据 如果地球是个平面 按道理来说 只要视线足够好 你就能看到无限远 但是不行 因为地球是个球形 只有你站得非常高 才能看到更远的地方 综合这些古希腊人的经验 埃拉托斯特尼 做了一个大胆的尝试 结合自己的所见所学 利用现在看来很基础的 数学知识 计算了地球的周长 人家的这个书 确实没百读 不过很遗憾 亚历山大图书馆 在公元前48年 遭到战争破坏 大量书籍被烧毁 丢失了很多人类 最初的宝贵知识 地球周长虽然算出来了 但这时候 大家都还认为 地球是宇宙的中心 所有天体 是围绕地球转的 太阳每天让地球转一圈 月亮 星座 行星 好像也都是这个规律 这就是最初的地心说 地心说 直接否认了两个事实 第一个是地球 自己是有自转的 第二个 地球是叫太阳公转的 现在我们看来 地球自转和公转很合理 但当时的人 不这么认为 那他们是如何证明 地球是中心的呢 你看太阳 是每天东升西落的 天上的星星 位置是固定不变的 随便找一个星座 你在地球上 跑到不同的地方观测 甚至不同的实践观测 他们的大小 形状 基本是保持不变的 变的只有他们的位置 这不就说明 这些东西在围绕地球转吗 如果地球绕这些星座转 这些星座的形状 一定会发生改变 你自己想想 是不是挺有道理 这个道理 虽然是很有道理 但是古人忽略了一点 如果天体离得比较近 那肯定是没毛病 不同位置 不同时间来观测 确实能形成视察 但如果这些星星离得特别远 视察就非常非常小了 别说用眼睛看 就是现在的天文测距 离得远的星星 都不能用视察法 即使用我们之前讲过的 行星视察法 因为太远了 视察太小 人类现在的机器 都没办法达到精度 更别说古人了 所以地心说 依旧占到了主导地位 因为你没实验 没事实依据去撼度 但当时地心说 有个现象解释不了 就是有的星星 时不时会反向走 经常在天空中走S1 他们叫这些星星为流浪者 星星为什么会走S1呢 乍一听感觉很奇怪 其实很简单 因为这些星星 其实就是太阳系中的行星而已 因为大家都让太阳转 有的快 有的慢 自然会形成角度差 但那时候谁能懂这儿了 不过也有聪明人 托勒密为了解释这个现象 专门画了一张图 他给这些拐S1的星星 各自画了小轨道 其实你把这些行星的小轨道去掉 再把太阳和地球的位置换一下 就完全说通了 但当时还不行 大家还是觉得地球才是中心 后来戈拜尼站了出来 力挺日心说 但是没人出来给他站队 自己也没有太好的证据 日心说 还是没办法跟地心说抗衡 直到这个人出现 伽利略 之前我们不是说伽利略发明天文望镜 伽利略在观察木星的时候 发现了卫星 这个发现其实不得了 竟然有天体围绕木星转 这就说明并不是所有天体 都要地球转了 地心说就站不住脚了 因为现在有实际观测结果支持了 日心说才逐渐被人们接受 公转问题解决了 还有个自转问题 怎么证明呢 1851年 法国物理学家 梁安福克在万神殿做了个实验 他用了一根67米的钢丝 吊着一个大铁球 启动这个装置 然后看这个铁球的运动轨迹 当时还邀请了很多科学家来参观 众人看到这个铁球都很懵 完全不知道 这哥们在干嘛 大家就看着这个球 在那里荡来荡去 然后非常慢的 做顺时针旋转 梁安福克自己还有点小得意 就解释给大家听 只有地球在绕自己的轴心旋转 这个现象才会发生 并且这个装置 如果放在北极 这个球转一圈的时间 就是24小时 也就有一天 地球自转一圈 如果放在赤道上 就不会观察到这种旋转 来的人都是科学家 这么一解释之后 大家就明白了 原来地球真的是个球 这个装置只有在球上面 才会形成这种现象 结果也很明显 梁安福克确实对了 这个装置在万神殿 转一圈的时间是32个小时 现在全世界很多地方 都有这种装置 一方面给大家展示科学的神奇 一方面也想告诉大家 知识的重要性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们后面可以自己 动手做个小一点的试试看 知道地球在自转 地球周长 就知道地球每小时的自转速度 你自己算算看 这个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所以当时还是有很多人半心半意 如果地球真的转那么快 为什么我们感受不到呢 你猜猜 最后谁解释了 这个人就是爱因斯坦的偶像 牛顿 牛顿说 大家之所以感受不到地球自转 是因为惯性 就像你坐高铁一样 高铁跑到300公里秒时 你依然能在车厢里来回走动 在厕所里如鱼夺水 你之所以感受不到火车 在高速运行 是因为恒定惯性直线运动的物体 和静止物体 是处于相同状态的 除非你再施加一个力 让这二者有加速度 或者减速度 那像地球这种大质量天体 具有很大的惯性 如果不是太大的力量 改变地球原本的运动速率 大气 建筑物 人 都不会感受到地球高速自然的影响 所以你就感受不到地球在自转 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东西 地球自转 其实会影响到大气运动 环境生态 就比如潮汐作用 还有南北半球的冷卷风 相反的自然方向 这个叫做克里奥利利 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自己了解一下 我们之后讲气象学 也会详细聊聊 气象学也是蛮有意思的 你会发现整个地球的气候环境 就是一个搬水的活动 而这个搬水的活动 又会神奇地影响 全球的冷卷交替 汉劳转移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哦 还有 能三连的同学 尽量三连一下 这对我们很重要 十分感谢 我是一号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